我們先跟老師稍微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摩克斯課程 因為其實以後的學習實體課程不會完全消失 但是會減少 就好像現在印刷一樣 印刷量會減少但是不會消失 那我們摩克斯的部分呢就是什麼 在對岸稱作木課 現木的木 木課 那麼它就是所謂的大量開放課程 那麼您可以到我們任務裡面 我有幫各位準備 那您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MOS開放課程相關的 你把這個點開 您就可以看到 因為其實台灣現在也有 但是我跟你講大陸更多 大陸有更多 如果以表示就是我們語言上來講的話 最容易使用的大概就是我們台灣跟大陸的吧 那麼您可以從這邊看一下 台灣直接您找這個有沒有 台灣摩克斯的線上入口平台點進去 好 進來之後呢 如果您覺得這樣太小 您可以把右手邊這個筆記把它藏起來 有沒有 這樣你就可以比較大的空間 或者是您直接就 我就不要把它放在OneNote裡面 我直接在一個新的分頁打開就好 這樣也是可以 好這樣您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空間比較小一點 好那您進來之後呢 原則上 大多數的每個學校的那個Mox課程 這邊應該會找得到 因為它有所謂的什麼 分門別類 有沒有 所以看老師您 呃就是那個領域 您的領域是哪一個部分 您可以從這邊去找到 比如說如果您是人文類的 您找看看 有沒有適合您的 這個一個原則 開放課程自主學習 所以我們一般的那個Mox的 開課的時間 不見得跟我們學校那種 九月啦 或者是平常的二月份開學 那個一樣 它可能隨時都有開課 那週數呢 也不見得 比如說都是二十一週或十八週 看每個老師主題 有的老師這個主題 他覺得我大概上六週就夠了 他就六個六週而已 好六週而已 那原則上 目前在台灣這些Mox 都是幾乎都 應該說都是免費的 好都是免費 那部分學校或國外的 他們有的是這樣子 就是 你上完課如果你要 比學分的話 就比那個學校學分 你需要一個所謂的那個 修課證明 那那個部分是要付費 好就是他會有一個 收取一個額外的費用 那基本上 原則上如果 你都是自修的部分 就都OK 有沒有你看 這些有沒有很多 那有的時候 已經完課了嘛 對不對 已經完課了 當然你就沒辦法再加入 那所以你在找的時候啊 其實你可以告訴他 你要找的是什麼 上位開課 即將開課 或正在開課的 你可以闖進去好嗎 哈哈 比如說已經開課一週兩週 甚至四週五週 反正只要課程沒結束 你還是可以加入啦 這樣了解 請問 有沒有交作業有沒有關係 蛤 開放課程自主學習嘛 所以 你不交作業 練到的事情 哈哈哈哈 不參加這個 你們教的事情 不過 要經營摩克斯 他有一個比較 跟我們一般實體 課程比較不一樣 就是他出了交作業 這個就是 看老師的決定 那他有個比較特別 就是同產要互評 這個大概是一般老師在教學的時候 可能 因為沒有實體面對面嘛 所以這個有時候會 有一些困擾 因為我 我有參加很多那個摩克斯 我就發現很多那個精靈的老師 都是那些助教有沒有 很辛苦 同學拜託作業要教喔 然後我們開放互評喔 到什麼時間 因為可能現在大家比較忙 我們再往後演幾個時間 哈哈 因為這樣會麻麻煩 那甚至我們還有看到幾門課是 老師不在台灣開課 直接跑到對岸開課 因為同門同走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直接跑到大陸去 因為大陸上的更多 上的更多 那你可以從這邊 你看 我們把搜尋條件稍微改變一下 好 搜尋條件改變一下 你再搜尋看看 欸 有沒有發現即將開課 正在開課了 對不對 我們剛剛是把這些條件加進來了 那你就會比較看到 那麼其實如果您 比如說我想要看這個 所謂的 這個叫什麼 西洋文明 好了 假設你看這個 那可能開課時間 老師比較忙 沒空看 結果不小心他課程結束了 請問這個課程你以後可不可以看 當然可以啊 資料學識都在上面 這樣老師您了解我意思喔 所以有時候您加入 即使您就是比較忙沒時間 或者以後你覺得 欸我 可能我記得我以前有看過哪些資料 你隨時可以上來複習 隨時可以上來複習 那這個其實跟我們現在用彎豆是有點雷同的概念 也就是這些資料 不會隨著 您選課時間 結束就結束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選修 像我們剛剛那個 你玩課的 當然你就沒有辦法進去 就沒辦法進去喔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怕他沒有 後續沒有再繼續開課 你可以先加入沒關係 好可以先加入齁 好這個是像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第一個 台灣的入口齁 那可是呢其實有些學校的課 事實上並沒有出現在這裡 因為這個是教育部有補助的 有補助的 那有一些課沒有出在這邊的 我就蠻鼓勵大家 其實我們往下走 您可以看到有交大的 有台大的有沒有 有清大的 也有中三的 有沒有很多 每個學校都有什麼 自己的 很多的這個 摩克師的一些課程 那像領東 我們課大這邊 現在學校也是在鼓勵老師要錄那個MOS 因為要加入這個聯盟 雖然不會 目前來講是沒有做營利動作 可是這個是有提升學校知名度 這個 那你在往下走呢 還有一個這個以往的也是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有些平台 你看到的課事實上都是雷同的 但是就是會有一些不一樣 會有一些是屬於不一樣 你把這邊進來 有沒有 你看這些 通識的 還有一般的教育人 你看我們高中的 因為我們今天大家的身份都是高中的 高中的它現在有點類似像先修課程 國文啊 微積分啊 英文啊 它這邊上面都有 就是它有 現在有特別針對高中的部分 有在推出來 所以其實如果說 老師您覺得 可能上面有一些東西 跟您的教學是有相關的 其實您是可以拿來用 甚至可以介紹給學生 學生自己上去學習 也可以啊 也是可以的 那最大好處就是因為它是用錄影的方式 錄影的方式 即使你沒有參與即時討論 但是還是OK的 還是OK 它就可以自我學習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現在MOS一個很大不一樣的地方 跟以前傳統教學 最大不同就是 它可以讓同學有錄影的話 隨時有時間就可以上去做複習也好 那你再往下走呢 你看到來到北 這個北大的 上面的課程一樣還是很多 所以中國大陸他們那邊稱作這個木課 其實是執意啦 只是用不同的名詞而已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再找到 那我覺得當然他們 開的課真的超級多 超級多 那當然也是梁柚 不起的也蠻多的啦 只是您可以選擇嘛 對不對 不喜歡就不要去上課 直接翹課就好 OK 來 那另外呢 我們再看看 在這邊 還有 有沒有像這個什麼 學堂在線這個也是 這個就類似我們剛剛那個 台灣的摩克斯入口一樣 它把比較多的整個在 因為如果我們對岸的這個學校不太熟悉的話 你可以先從這邊去找 好先從這邊找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學校的 很多學校的齁 有沒有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選課程也好 或者直接選哪一個學校 都OK 點下去 有沒有 合作的學校很多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找看哪一所學校的 你看 台灣有沒有加入了 看到了齁 所以現在 不能只在台灣啦 因為對岸的學生也很重要 我們像科大 我們視傳系這邊就 那個對岸的三民學院 他們是整班遺地訓練 就整班的同學到台灣來 這樣上一整年 大三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交流是一定 以後是一定會越來越多 所以您看 透過這些東西 有沒有我們可以學習的 又越來越廣泛了 不見得說你有那麼多時間 就是去參加實體課程 可是我透過現當課程 我就可以到很多所謂的名校 然後民視可以看他們這些教學的精華 這樣OK 所以我們把這些資料整理在這邊 希望大家 如果你有空的話 你就可以稍微來看一下 這樣OK